说到锂电池 想必对其并不陌生 因为随着智能产品不断普及之后 大多使用了锂电池 比如说手机 无人机 平板电脑 电话手表等产品 背后却离不开锂电池的加持 可是 也许你不知道 曾经中国锂电池市场 几乎被日本企业占据 可是最终日本 却将一把好牌彻底作废 根据了解 曾经在1991年 日本巨头索尼 率先向锂电池行业进军 并且让该公司旗下的照相机 摄像机随身听 消往全球 甚至在2000年之后 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也开始使用锂电池 最巅峰时期 曾经在2006年期间 日本研发的锂电池 四大零部件 正级材料 电解液 隔膜 全球市场份额 高达77% 而负级材料 更是占据全球市场 96%的份额 堪称是王炸产品 而且当时在中国 还形成了垄断 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 从中国黑龙江山东购买天然石墨等原材料 经过加工之后成为锂电池副级材料 可是出售价格每顿高达50万元至70万元 这就相当于是市场价格的10倍 可是随着2010年之后 中国锂电池企业开始崛起 已经计划与日本争夺市场 其中的代表就是上海山山集团 曾将安山热能研究院的核心锂电池副级研究项目 打包买走 随后上海山山集团中间向碳微球 年产量高达200吨 虽然产能并不算大 可是却间接将锂电池副级材料的价格 压低至每吨30万元以下 因此也导致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 纷纷关门大吉 再加上中国贝特瑞异军突起 最终在2006年 所拥有的负极材料已经实现量产 一跃成为全球第四大负极材料生产商 至于日本为何在中国锂电池市场一败涂地 还要说曾经在2011年发生的九级大地震 堪称是日本史上最强地震 并且还引发了海啸 因此导致日本锂电池企业受到重创 而中国企业趁机再度崛起 真正在负极材料领域实现了反超 再加上中国锂能源汽车的崛起 更是让中国锂电池得到了发展 而日本眼看无法与中国一较高下 只能选择向锂能源领域发展 这也就导致虽然日本曾经在锂电池领域 几乎垄断了中国市场 可是却没有成为最后的赢家 对此也可以说日本在锂电池领域 算得上是自费武功 甚至还失去了王炸产品 也能看出中国制造的实力 在任何领域均是后来者居上 这也是为何中国能笑到最后的原因所在